当我还没听说过冥想这个词的时候 这项活动就已经通过武侠片和动画 被深深止入了我的脑中 它往往代表了巨大的能量和无形的屏障 当然,是在虚幻世界里 而现在,冥想逐渐成为了一种流行的生活习惯 许多领域的成功人士都长时间坚持冥想 并声称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好处 没错,冥想可以缓解压力 帮我们调节心境,关注当下 但是,除此之外呢 这些好处对于没有冥想过的人来说 比如我,多少有些虚无缥缈 你会觉得做一些别的更有趣的事 也可以达到这些目的 何必要在这什么都不做的,浪费时间呢 为了找寻更切实的好处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 来自斯坦福大学的Andra Hoopman 神经科学家指出 伴随着90年代前后 合资共振成像的技术出现 科学证实了这股虚幻世界中的奇妙能量 冥想所带来的好处终于被可视化了 其中有三项让我想要开始尝试这项大脑锻炼 没错 快节奏的社会里不管你心态多么好 总会有感到压力很大的时候 我通常不知道如何排解 只能等它随时间慢慢淡去 但如果我能找到有效的排解办法呢 二 研究证明 冥想可以增加大脑挥制 提升记忆力 谁不想要有一个更优秀的大脑配置呢 三 除了锻炼大脑的海马体 它还能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找出了切实有效的好处 让这项无聊的活动多了一点心意 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听过冥想这个词 起初是因为我很喜欢的几个YouTuber 都有这种习惯 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难 因为我非常容易分心 为什么现在想要尝试呢 因为前段时间去那盟旅游 吃了牛羊肉以后那天晚上我上吐下鲜 我从来都没有过这种食物中毒的体验 就是感觉非常冷 浑身难受 但是当时我们在草原上没有医院 方圆几百里感觉除了牧民以外 什么都没有 我吃了药 但是没能立刻起笑 我还是觉得很冷 头晕 一直在发抖 心率也很快 我就想到了之前看到过的合适呼吸 很简单 就是吸气四秒 停四秒 吐气四秒 再停四秒 这样重复 我的心率很快就降了下来 人也不抖了 所以从那以后我相信这是有用的 专注在呼吸上的感觉很奇怪 说玄乎一点 有一点灵魂出窍的感觉 你可以像一个旁观者在看你自己 你就不会那么难受 我知道很多突发心理疾病很严重的时候 医生会远程指导你呼吸 所以呼吸也是要练习的 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月 我决定开始把冥想放进日常安排中 我的计划是连续30天早上9点 每天冥想10分钟 看看会给我带来怎么样的变化 今天是2023年12月2号 坚持30天后 刚好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 还蛮有仪式感的 体验完成后 我会回答几个问题 一 这个习惯有没有给我带来 更健康高效的生活 二 我会不会继续 三 会推荐给什么样的人 为了更轻松地开展这项活动 我特意布置了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 记录了自己的状态 选用了引导工具 起码让这个开端 看起来特别的正式 让你的眼睛闭上这么轻松 但它好像感觉像 你正在处理自己 在实际上 你正在 as you tune in to your breath and body you let the awareness of you be your own treat today 刚刚完成了第一次冥想 可能是因为第一次 所以还是没能完全的投入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挺好的 就是自己的呼吸变深了 可能一开始 就平常自己的呼吸 就是一两秒一个呼吸这样子 但是通过冥想的引导 就能变成五六秒 就会放慢这个呼吸 放慢呼吸以后就明显的 会感觉自己的心平静很多 另外一点就是 注意力确实有放回在自己身上 像我们平常工作啊 或者剪片子的时候 可能一直保持一个姿势 或者姿势变形了 其实自己也感觉不到 做完了这件事情 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但是冥想的过程中 因为我一开始挺的比较直 所以在中途的时候 就会明显感觉到 腰有点酸 我就立马放松了 这种感觉挺好的 就是你立马能够知道 身体上有哪些不适 有帮我们提高对身体的觉知 比较让我惊喜的是 冥想带来的影响 并不是完全无形的 大概在几天后 我会发现自己 比较容易进入状态 有一个很明显的体感是 会觉得头部酥酥麻麻的 很舒服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活跃的脑神经 在做些什么 相比以往 每天通过喝杯咖啡 刷几个视频 开启一天的工作 由冥想开启的工作日 显然更加高效 我可以更长时间的 去做一些深度的工作 而中途 不再需要通过刷手机 来进行休息 经过了一周的冥想 整体感受下来 还是非常神奇的 有几点体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我规定的 每天十分钟冥想 真的非常的短暂 好像每天刚刚进入状态以后 就要突然被打断 所以以后我会尝试半个小时 甚至是一个小时的冥想 第二呢 就是这件事情 确实是需要练习的 可能大家会想 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 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但是真的真的非常的 就是随时自己的想法 都会游离出去 第三呢 就是我总结的一个 关于冥想的悖论 你越是想快速 得到冥想的好处 就越是难进入冥想状态 在临近月末的时候 因为我临时有了滑雪的计划 于是就想挑战 室外冷空气下的冥想 看看在极端环境里 它是否还能顺利实施 很意外的是 经过了近一个月的锻炼 仅仅通过两个呼吸 我就能沉静下来 不会像想象中觉得很冷 也不像刚进雪场时 那么康复 只觉得非常沉静 很舒服 我听着滑雪板 匆匆呼啸而过的声音 却在一旁坐着默默呼吸 挺魔幻的 那个过程中 我突然发现 我们总是想探索 更多的外部世界 但却没有意识到 我们的心里 也有个很大的世界 它也值得我们 去好好观赏 30天冥想结束了 回答一下 一开始提出的三个问题 第一 它有没有给我带来 更健康高效的生活 关于高效 我觉得冥想给我带来的 主要改善在于 注意力的提升 其实我觉得它不是说 就是我们做完冥想 带来好处 不是说以后要把 注意力完全放在呼吸上面 而是如果你能够 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面的话 你以后也能专注 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 第二 会不会继续 这是一定的 我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 每天冥想 但是我会尽可能的 在工作日之前 进行10分钟的冥想 第三个问题 会推荐给什么样的人 其实冥想对我来说 是一种帮助我 发现自己的工具 就像引导词里常说的 Just be you 就像我们经常忽略呼吸一样 我们也经常的忽略自己 忽略自己的想法 忽略自己的感受觉知 忽略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所以如果你觉得 冥想可以帮到你的话 我都建议你一事 因为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 能把时间完全放在 自己身上的一件事 那它就不算是浪费 对不对